红色的起点 作者 叶永烈 第八部分 锤炼 六 邓恩明不惜为我身先死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 是就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 拥有很大的影响 1931年4月8日 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 人们用惊讶的目光 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 山东枪决大批红匪 资兆原文摘录余下 济南通信 前日下午20 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 当今一决 将日前本省捕获之洪匪宋战役等22名除以死刑 5日上午6时 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凯如 富奇及高等法院 将宋战役等提出 燕明正身 用汽车三辆 在王伟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开列的22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 阴谋暴动 颠覆国民政府的洪匪名单之中 有黄伯云及邓恩明 男 三十一岁 邓恩明去世时 年仅三十岁 申报所载是须灵 在刑场上 邓恩明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反动军阀 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恩明和他的战友们 在尾巴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 他在雄壮的歌声中 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 邓恩明回到山东 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 支部书记为王晋美 不久 他和王晋美一起 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 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 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7月 邓恩明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此后 邓恩明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 前往青岛开辟工作 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 不久扩大了成员 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 邓恩明在青岛领导了交际 际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沙场大罢工 1925年11月 邓恩明被捕入狱 在狱中 他受到重刑审讯 结合并又发作 24岁的他咬紧牙关 没有屈服 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 在狱外就医 1927年4月 邓恩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 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进美 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山东风声日锦 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 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 王复元又名王会 早在1920年便已参加了王进美 邓恩明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 被开除出党 他向山东当局报告了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 于是1928年底邓恩明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 落入了济南市警察局手中 关押在济南省府前阶的警察局拘留所里 邓恩明想方设法组织越狱 1929年4月19日晚八十多 几个犯人说是要上厕所 就在看守警察打开求是门的时候 犯人一下子把警察打倒了 搅了十几条枪 从东大门冲了出去 这次越狱是邓恩明组织的 他看到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关押在一起的 还有一批所谓的土匪 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直鲁联军的军官 身强力壮 他与其中的头头李电臣商量越狱 马上得到支持 越狱时第一个动手撂倒警察的 便是李电臣 只是这次越狱太冲促 李电臣等冲出去时 关押在另三个求是里的犯人 没有来得及响应 邓恩明也未能冲出去 李电臣等虽然逃出去了 但后来又被追回 唯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毅臣因行走困难 跟不上李电臣等人 混在街上行人之中 反而脱险了 邓恩明不灰心 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 有了上一回的经验 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 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 按中准备 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客竟悄然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 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 分发到各个求是 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 与域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秘密带进了钢具条 选中了7月21日这一天 星期日 晚饭后 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 就在这时 第一分队首先冲出求是 打倒了看守 第二 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 一包包石灰洒向狱族 他们哇哇直叫 睁不开眼睛 三个分队总共18人 一下子冲出大门 逃到了大街 这时 狱族们才如梦初醒 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明 他患结合病 体质甚差 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 毕竟行走不快 令时人也终因体力不支 路途又不熟 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 何自生 幸运逃脱 令五位体力较好的 也忠于脱险 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 被叛徒告密 又抓了回去 这样 18人之中 脱险6人 这次越狱 使看守常受到上司严厉责问 以致作为独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 越狱已无希望 邓恩明心中坦然 他早在1917年7月所作数字一诗中 便已表示不顾安危 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难艳北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 他一直用黄伯云之名 历经审讯 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明 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1931年春 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明 他举谋望去 原来是新派的审判官张伟村 过去与他相识 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 邓恩明自知余日不多 1931年3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 写下一首诗 萨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愁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为九泉 1931年清明节 4月5日清晨六时 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 邓恩明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明的二叔黄泽配的儿媳藤姚珍 及邓恩明的唐帝媳 这样回忆邓恩明死后的情景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 全家闻讯后 都为恩明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 我们前去收尸 反动当局不准 后经过多方周旋 请了四家连环铺宝 第三天才到济南尾八路找到大哥遗体 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 洗净他身上的血迹 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 贵州异地 不久 我们又请人在恩明的墓前 立了一块碑 写上邓恩明之墓 滕瑶珍 以革命先烈邓恩明 贵州日报1980年7月12日 1961年8月21日 董碧武曾赴诗一首 悼念王晋美和邓恩明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州范宇从荣 济南明氏之多少 君与恩明不老松 懂何关税明扎意思是好的 面慢慢美和邓恩门 三十年前会上 associa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